言文哉族 书折上回 上回就说到 龙庆皇帝想买戒指、金额等 送给各位老婆 他就下个命令叫户部拨多少钱来 谁知道户部上书就报告皇上要买珍宝可以可以 不过我们利部就没钱 是得了的 皇帝开声叫他拿钱你竟然不给 很难说的 因为明朝的财经制度十分严格 户部就是等于财政部管钱 但是这些钱是国家财产的 皇上也没权调用的 如果要用钱 一定要讲明讲白 是借的还是拿的 如果借的就什么时候还 还要一层一层报上去批的 先报给财政部长 然后就报给首府 批准了然后才撥款下来 所以历代的皇帝都不肯要问户部来拿钱 太麻烦了嘛 其实龙兄皇帝也知道的嘛 为什么要自讨没趣呢 哎呀你有他想的嘛 因为以前皇帝在内户拿钱嘛 内户只是皇帝的私人的金虎 皇帝私人有很多钱的嘛 收民大批田租赴税是吗 另外呢那些大臣进贡很多东西的嘛 不过可惜啊 龙兄皇帝的老爸家政啊 哎呀又大浪又长命 续续洗了四十五年 什么钱都给他洗清光了 当然了他整天收到年单 又养了一大批道士 多少钱都不够他花了 所以现在搞到一窮二百 家空不正啊 想不开声问户部拿都不行啊 现在户部这么不给面子 皇帝刚刚想发火 哎呀你别发火著 好麻烦啊好麻烦啊 因为呢那些言官啊 就消息灵通啊嘛 啊不知道怎么知道 皇帝要买首饰送给老婆啊 去成班言官啊 兴高采烈十分兴奋 哎呀有排不空啊 可以大衔伸手去骂人啊 首先发难的就是个 吉士忠毅时亮 他就尝诗给皇帝 严厉批评 说皇帝这么做是浪费 接着 于是何一齿又放炮啊 他又说皇帝呢 这些错误很厉害的 接着又分析 皇帝错误的本质 影响和后果 啊 那个皇帝 钱还没领到啊 还要挨你们一轮炮轮 十分火滚啊 怎知还没定回神呢 又来一个超重量急的人物啊 这个人呢 叫做占阳臂 爱好叫做占三本 占三本啊 三本 就是告皇帝 告过三次的 哇 告一次也不得了 他告过三次的 这么厉害的 你听我慢慢讲啊 这位占三本 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 那做官呢 就不是做得很久而已 知力也很浅的 但是可以说 他为人是妄状 和胆大包天的嘛 他见到人家去告皇帝 哎呦 他怕死执书 自己也告一份嘛 他就写一封奏 给皇帝 他说陛下 你要知道 历史上的延军 都是不喜欢珠宝的 现在 皇上 你这么喜欢珠宝 小心点啊 一旦就走上邪门歪道啊 如果是这样啊 你后果不堪设想啊 现在两广 还在打仗 皇上怎么能够本末倒置 去买这么多珍宝呢 皇帝又生气了 喜后此来啊 胡帽没有撥钱来 哎呦 我都忍着气 没有去追究了 你这帮人 一轮折一轮 攻过你 想怎样啊 不過呢 皇帝呢 都算是很脾气 哎呦 还忍着气 没有追究 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啊 这个尖三本啊 居然再接再来 继续进攻 这位仁兄呢 得贪武士呢 就到处逛 找人来闹的嘛 有一次呢 他在皇宫里面呢 就遇到太医 就问太医进来做什么啊 那太医说呢 这个尖三本是深水清的啊 哎呦 你和皇后看病啊 那皇后住了后宫啊 怎样你走去那边啊 是问得多问 太医没办法了 就只好说出来 是这样的 皇帝呢 和皇后呢 最近有多少争吵 皇后呢 就搬了出去 另一个宫殿市 哦 这段八卦的新闻 是认真有价值啊 哎呀 现在呢 我可以一显身手了 尖三本 又上第二道就说了 他说 神最近听闻 皇后已经搬了去帝里住 而且呢 皇上很久都没去找他了嘛 皇后最近身体欠戒 我觉得陛下呢 对这件事 不应该自知不理 要知道啊 皇后那是先帝选定的 而且一向都厌熟 现在 陛下不肯去理他 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如何了得呢 希望皇上 听从神的说话 快都要看望皇后 那 神就算是死啊 亦都心甘情愿 胜过再生意 嘿嘿嘿 这些宗所简直荒谋绝顶 喂 人家两宗不吵架 跟你屁事嘛 你还无理取闹啊 你什么头顶尾都不知道 你说什么 就说要生要死 来劝人家 龙姓皇帝 龙姓皇帝 收到这封就说 真是生得眼出火 不过又这样啊 人家好心为你着想的 是吧 而且 他居然说 连命都不要 来劝你 哎 算了 算了 皇帝又忍着气 叫大臣 他说给这个尖三本 以后你就多管闲事了 皇后是有些病 那你怎么知道的 好了好了 以后不用你了 啊 就是这样 尖养比就出了名了 原本预计呢 这件事啊 骂皇帝 批评皇帝 起码拉打屁股啦 怎知道头发也没得一条啊 哈 平平安安 这件事生意真是制得过啊 按尖三本 自己说呢 是惊喜过望 十分兴奋 既然是十分兴奋 继续努力 再上一搜 马上呢 他就写了第三本就搜了 这次呢 将矛头 对准公中那些太监 那些宦官啊 他说 哇 这帮太监啊 多佔田产 佔用国家 附水 希望皇上兆 这帮人通通赶走了他 尖三本呢 他就欺负老实人 欺负好像龙庆皇帝 这么好脾气的人还可以的 喂喂喂 你要对付这帮恶人 是没那么容易啊 那帮宦官啊 夹齐了 一起来供他 拿了那么多借口呢 按杀的罪名给尖三本 将他赶出朝堂 堆逐出京城 那靠弹劾起家 现在呢 又被人弹劾死了 不过十几年后啊 这个尖三本呢 尤其是东山复出啊 还做得很猛的嘛 做到副部长啊 杜察院 佐父都如是啊 当时啊 他为了巴杰的大学士 黄石雀呢 就当了黄石雀的打手 到处去骂人 最后呢 最后就被人骂走 功德圆满 永世不得翻身啊 这位仁兄 是典型的无事生非 无事拿来搞的人物 那龙兄皇帝呢 面对这一帮大臣 哎呀 说得好听点呢 就这帮读过书 有文化的大臣 说得不好听点呢 这些真是有牌照的 全本是市井闹市的流亡无赖 哎呀 皇帝呢 心里的承受能力又不是多高 内国那几个呢 又都是老狐狸来的 所以皇帝呢 就十分辛苦 难于招架 哎呀 这个皇帝很自量的 他充分认识到 哎呀 自己啊 要坐穿这个皇位 又不是那么容易的 国家那么大的 又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帮大臣又那么难搞 哎呀 我确实是没有这种本事了 好了 好了 应该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给我本事的人 哎呀 交给他管 算了 自己不如安安 稳稳过日子 这个真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判断 就是这个准确的判断 写了大明王朝 取得重大进展 少得重生的机会 隆兴皇帝 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 有本事的人 来到管治大明王国 去哪里找呢 他就只能够 在他自己身边 那几个港官里面来到挑选 那几个港官呢 就是告港 仗居正 陈以勤 还有一个殷氏丹 这个殷氏丹呢 虽然是教官 但是他比较复杂的 这个人呢 我们以后再讲他了 那呢 在龙庆初期 1567年 龙庆又吸收了个礼部尚书 陈以勤 礼部左侍郎 将居正 几个人入内阁 现在内阁呢 一共有六个人 内阁首富是徐佳 次夫是李春芳 还有郭坡 高拱 陈以勤 张居正 那 各位 你记住这六个人的排名顺序 那位明朝啊 非常讲究排名顺序的 先入内阁那一日呢 他都是前辈嘛 那你小辈呢 就只能够排在最尾尾的来跟班 那你做小弟弟的 就好像张居正那样 喂 他什么时候才挨得到做首富啊 那很难说啊 看你命水了 要等你前辈死了 那你才上得来 他死得快点 你就上得快点 他死得慢点 你就上得慢点的 这些规矩呢 绝对不能搞乱的 那有人又会问 喂 如果和某一日 一起入内阁 那怎么排法呢 好简单啊 那我排下哪个资力深呢 你如果是 嘉靖三十年的进士 我是嘉靖三十六年的进士 那你就是前辈 你得过我 我摆后一点 那两个人同时入内阁 之力又相同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看哪个级别高点 如果你是正部级 我是副部级 那你就放我前面 那如果官职又相同 那又怎么办 那还有一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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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 总之 也一定要分出个先后 张居正和陈以勤 是两个人一起入内阁的 但是呢 论资历和官街呢 张居正 就比陈以勤低了一点 所以没办法了 你几本事几厉都好 你排在陈以勤后面 一排就排到第六 其实 这些这样的排法 也不是很绝对的 排第二个呢 是李春芳 李春芳是陈以勤学生 不过人家进步快 所以他排在陈以勤前面 如果按这种排列 按各个人的年龄 和健康状况来看呢 张居正要做到首富 起码都熬七八年 要等前面死了几个才行 不过 世事很难说 特别我们中国 除了轮子排布之外 还有优秀传统 譬如 不打到你死我活 就绝对不肯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是将居正进入内阁没有耐 一场猛烈的斗争 一场惊人的风波又是来临 正所谓十次打罗 九次又拒粉 这次打罗的是老熟人胡应家 胡应家 大家一定记得他的名字了 前一阵子害了高拱 害不成 和高拱就成仇了 但是胡应家也没有辞职 更加不肯退休 很坏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 就给胡应家一个大衔伸手的机会了 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 每三年就考核一次 每六年就经察一次 所谓经察 故名思议 经就是北京的经 察就是考察的察 即是说 由北京负责 考察全国所有的官员 对象是五品 包括重五品 即是地方知府以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员 都是考察对象 那言官都要接受考察 好了好了 你这帮贤官 平日专门指手挖脚开口就骂人 现在你要接受考察 好 你整个人多些会给你看 当时全国十三度监察而始 通通是正七品官 六部六科的都及时钟呢 又是正七品官 及时钟才是从七品官 这回呢 全部都是考察对象 这个制度啊 是明献中朱建森开始实施的 估计呢 这个胡涂皇帝朱建森 被那些言官罵得多 全心报复自己这条制度 来整一下那些言官 不过呢 百多年来 每次经察 考察结果 都是地方官吃虧的 那些言官 多数是平安大吉 安然过关的 为什麽呢 为什麽呢 认为啊 支持经察的呢 是由利部尚书 和刀察院 左刀 御史负责的嘛 但是言官呢 連皇帝都怕了他们嘛 你这两个年内国大学士都不是的人 你敢得罪这帮元官吗 不过呢 这次又不同嘛 这一次啊 好多威风淋淋淋的 御史贏官给示忠 哈哈 都被人弄了下台乖乖地执 走你回鄉下耕田 于是京城震动 朝野哗然 但是呢 敢站出来 说话的人并不多啊 因为啊 现在担任利部尚书的人 是一个超级猛人来的啊 哇 这个谁这么厉害的所有言官 怕了他啊 诶诶诶 欲知后事如何 且得下回分解了